大家好,欢迎来到凡事新说,我是小新 把时间拉长,把史料串起来 故事背后总有逻辑 迷雾底下必潜伏着真正的力量 大风取一清平之末 巨浪成于微蓝之间 历史也不例外 每个看似毫不经意的故事 都有草蛇挥陷,敷衍千里 李渊晋阳起兵 随阳帝杨广,归缩在扬州等死 这句话如果只是一扫而过 你根本就不会留意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过 为什么是晋阳 又为什么是扬州 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晋阳起兵,扬州等死 蝴蝶的翅膀远在三十多年以前 就从一个人的身上开始震动 这个人就是李世民的表叔 随文帝,杨坚的长子 杨广的大哥,杨勇 581年2月 在远北齐势力的支持之下 杨坚第八岁的北周禁地 善让,建立了隋朝 于是立长子杨勇为太子 立十三岁的次子杨广为晋王 北周时期 杨勇任洛州总管 东京小总载 总管远北齐山东地区 成为太子之后 杨勇还领内侍御政 全权负责攻进防卫 经过多年的经营 远北齐的山东势力 和关隆贵族宫青子弟 为主体的宫廷卫军势力 就成为了杨勇太子党的 两大力量支柱 这就是杨勇的左膀右臂 左膀山东势力的代表 是山东人高炯 当朝尚书左仆叶 国务院总理杨勇的亲家 右臂 关隆势力代表 是关三代刘居氏 太子千牛背身 杨勇的贴身警卫团长 586年前后 发生了两件不同寻常的事 由洛阳民间人士公开上书 请上为太上皇 传为皇太子 那年的冬至节 百官朝永 永张月受贺 是的 和历史上任何一个老皇帝 和成年太子之间的 糟糕关系一样 太子党的势力增长 逐渐威胁到了隋文帝的地位 严重引起了他的猜忌 更可怕的是 与此同时 日益长大成人的晋王杨广 野心也开始增长 开始搅局 588年 20岁的杨广 出任南法总司令 领兵一举平定陈朝 此后 他一直担任扬州总管 全权统领江南地区 扬州 也就是江都 统一全国的功勋 节度全军的威权 强烈刺激了 仇出满志的二帝 他拉拢原陈朝 江淮势力 勾结中央反太子力量 开始窥死大魏 杨广进王党 一边使出各种阴谋轨迹 动摇杨勇的地位 一边积极发展武装 万一夺低失败 就距淮海赴陈之旧 割距江南 自成体系 独立建国 如果你了解隋唐历史 应该会觉得很熟悉吧 是的 李世民的夺低战略 几乎就是杨广的翻版 只不过扬州变成了洛阳罢了 太阳之下并无心事 老爸的猜忌不断加深 自己的小老弟又不停地搞事 杨勇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随后陆续兴起了几个大案 太子党的势力 被一层一层地打掉了 592年 卢凯彭党案 山东人 卢凯是立部上书 组织部长 以 敢将天官以为私会的罪名 立部的山东帮 被异国端了 丢了人事选拔权 597年 刘居士案 一谋不轨和通突厥的罪名 帝怒 斩之 公卿子弟 做居士除名者慎重 卫军势力 被大批清洗 杨勇断了右臂 没了宫廷禁卫权 599年8月 高炯免职案 高炯是山东人中 最有权势的核心人物 又是杨勇的亲家 他倒台 山东势力 就彻底失势了 杨勇的左膀 也断了 没了中央行政权 59年10月 瓜熟地落 杨勇垮台 皇太子勇 及朱子 并废为庶人 令朱连亲信14人 他们或被处死 或被处罚 604年7月 杨广继位 一朝大全卧 先烧三把火 第一把火 登基之后的第一道诏令 也就是论功行赏 大肆加封 晋王府的心腹 文武将相 大业无归 第二把火 对原太子党势力 进行大清洗 杀了大哥杨勇 杀了高炯 兴起朗卫之捧党案 将中央残余的山东势力 彻底清除 同时 改革公卫军部队的管理体制 亲卫 熏卫 义卫 改名三世 辩番号 降级别 压编制 撤旧人 用新人 全面彻底肃清杨勇 刘居氏的刘独 原三位很多成员 和大批受牵连的公卿子弟 有的被贬冲 如李孝长 有的逃亡民间 如裴济 刘鸿基 斗宗等 多逃亡进阳 是的 逃亡到了 李渊的进阳 第三把火 继续压制山东地方势力 以上台 杨广立刻设立 两大国防维稳工程 第一 营建东都洛阳 第二 设置两京官房 如阳目的 是压制支持杨勇的山东地区 并为攻打高勾率 做准备 关河悬远 兵不负极 洛阳以后 要派重兵把守 全力上马 洛阳东都新区 大挖运河 大建粮仓 大修城池 大搞移民 更决的是 发丁南 数十万绝嵌 挖出了一条 几百公里的深沟 从山西河津 到河南开封 再回到陕西商县 以致官房 将长安和洛阳 紧密屏障起来 这道湖形的防御线 就是隋朝的柏林沟 阳广的隔离嵌 将山东 除洛阳周边的 其他广大地区 排除在外 一道深沟 将关中和山东 地理和政治 感情和人心 都割裂了 杨广当上皇帝之后 居然不完全力平衡 不搞政局维稳 反而不停地烧火 对政敌太子党的势力 穷追猛打 死究不放 你这样偏执任性 后果会很严重的 杨广时代 两津京房内 包括江南地区 社会基本上稳定 没啥大问题 但是防线之外 就不一样了 特别是隋朝末期 盗贼风起 乱成了一锅粥 一开始 山东的叛乱 几乎都在防线外的区域兴起 活动 杨亮 杨玄感 瓦刚军等等 李渊起兵的晋阳 也在官方之外 国家的领袖 曾经教导我们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杨广上台当年 武帝杨亮 就在山东病州喊布 以太子禅废 居长泱泱 翻译成白话就是 大哥 你冤枉啊 我忍不下去了 我终于造反了 山东周线响应 重置数十万 让杨广好一阵头疼 停定了杨亮地利的造反之后 山东人民 那叫一个惨啊 利民坐量死习者 二十余万家 按每家四个人算 有超过八十万人 被缺后算账 613年 杨宣感在山东黎阳起兵 宣感一呼 而从者如是 人民群众向感激似的排队参加 结果失败之后 又遭到了杨广的打击 大业九年 所杀三万余人 兼莫齐家 亡死者大半 留习者六千余人 宣感置为东都业 开仓震己百姓 凡受灭者 皆坑之于都城之南 欺负的太狠了 对山东的大隔离 大屠杀 大摇曳 让山东人民恨得牙痒痒 一有机会就搞事 是的 随谋山东地区 首先大乱 你可千万不能单纯的以为 这是纯粹的偶然 举天下之人十分 久违盗贼 皆道无马 始作长枪 攻陷成义 山东的好汉们纷纷站了出来 拉开了天下大乱的帷幕 这就要再说到晋阳了 晋阳 并州治所 原来的北齐霸府 北进突厥 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随文帝时 均以亲王助手 阳广欺负山东的政策 加上杨亮在那里造过反 让并州的地位 急剧下降 甚至防线 又把并州排除在外 不再以亲王镇守 对并州的控制 大为减弱 用现在的话来说 并州晋阳 从直辖市 一下子就被变成了 十八县小县城 估计当时的房价是大跌了 但是 晋阳靠近边疆 又不在朝廷 严密的控制之内 山高皇帝远 居然逐渐形成了 各界逃亡人士 理想的首选目的地 这也很不错 成为了当时 著名的旅游圣地 于是 晋阳 毫无意外地 日益成为 山东返随力量的 集结中心 房价又涨起来了 当初卖房卖地的人 哭晕了没有呢 翻约那段历史 各地罪犯 逃亡晋阳的记录 太多了 特别是杨勇太子党 受到打击的原卫军官员和公卿子弟 基本都逃到了这里 在晋阳 这帮老同事们建立起了小圈子 定期喝酒聚会 最终 他们都集结在了太原留守 李渊的旗下 为了兴唐灭随的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 而共同奋斗 你来看 蝴蝶的翅膀 晋阳起兵背后的真正力量和推手 到底是什么呢 617年6月 李渊大举一旗 发通告 废手气之长 立不才之术 召乱之盟 于是忽哉 杨勇太子是冤案 我们严重不服 李渊发了通告之后 深受苦难的山东人民 兴高采烈 可算是得到组织了 他们敲锣打鼓 送而参军 坚决支持李渊去打阳广 李渊发自太远 有兵三万 不到十月 有众二十万 结果 由于归附人数太多 粮食严重不够吃了 九月 李渊在黄河边 足足徘徊了27天 迟迟不敢渡河 就在这个时候 又又又一个 原杨勇太子党的成员 隆重登场了 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 被贬处的李孝长 你之前读历史 大概是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的 李孝长他爸爸是李渊通 李渊通是隋朝上书左城 兵部上书 万安俊功 李孝长还是李渊的足弟 李孝长是受刘居事案牵连 后来沦落到黄河边的华音 当了个小小的县长 可问题是 华音县小是小 但是有粮食 而且是超级多的粮食 国家超级粮库 广通仓 也就是后来的永丰仓 就坐落在华音县东北的渭河口 李孝长非常愉快地把永丰仓 献给了李渊 咱这也算是为杨勇太子报仇了 得到藏力不下数百万弹的永丰仓 局势急转直下 巧取关中 从此奠定了大唐的基业 为此 李渊一辈子都感激李孝长 后来唐朝建立 他赐李孝长入了皇家宗籍 还封他为义安王 这可是破天荒的顶格封杀 要知道 跟随李渊太元起兵的创业的革命元老 比如裴继 刘文静等人 后来也只是封了个国公而已 说到裴继 这里插一嘴 你如果了解唐朝的历史 就知道 他后来又成为了李建成太子党的一员 玄武门之变 欲持竞得逼宫之时 七个议事大臣里 就他一个人无言反抗 裴继这个人 先是追随杨勇 后来又支持李建成 随唐两朝两个太子 他居然一个也没有跟对 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倒霉蛋 李渊打下长安之后 这就要说到江都扬州了 当时 杨广带着十多万随军主力 归宿在扬州 因为这里才是他真正的老朝 江南的经济中心 杨广执政之后 江南就成了朝鲜的亲儿子 每年雇头数以万亿 淮阳地区上马了很多交通项目 只通北方 比如通济区 寒沟 江南河 靖航大运河 在中国古代 那可是水上高铁 其实阳广是有雄心的 否则不会用大叶二字 来作为年号 在生活上 他也不荒淫变态 一些污名 都是来自于胜利者的抹黑 他写的诗超好 比如春江花叶叶 白马片 这些在文学史上 都是名片 他的大叶 也不是随口说说 比如京航大运河 深刻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历史 哪怕是现在 海运 陆运 航运 都更加发达了 你到了乌镇 深夜你去看 运河之上 依旧繁玛 杨广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 应该是他从小 没吃过什么苦 所有的一切 都来得太容易了 这才导致了心理偏执虚荣 李孝长投降 礼冤入关 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收复关中的希望 变得无比渺茫 输不起的他 于是就破关子破摔了 我不管了 不管了 反正当年我就打算过 如果真为失败 就割据江南 现在无非是回到七点而已 以后就留在扬州的花花小世界 也挺好 杨广就派人 把李孝长的两个弟弟抓起来 一刀给咔嚓了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就这件事 居然举起了随行扬州的 关中部队的恐惧 我们关中羡慕 李孝长以华音判 陛下收起二弟 将尽杀之 无等家属在息 安德无此律也 部队一恐惧 或者一愤怒 就麻烦了 往往就兵变了 古今中外 这样的案例 数不胜数 618年4月11日 江都 杨广被速尉部队 萧果军勒死 萧果军是什么部队呢 骁勇果异 一不怕死 二不怕苦 是当时的顶级作战部队 最亲信的人 变成了最危险的人 身边的自己人 变成了勾魂索命的人 任何一个社会 没有谁可以真正长久的 为所欲为 哪怕你是一个 拥有最高权力的人 忽视历史真正的力量 最后都将遭到反噬 你看 后来杨广的大表直李世民 就认真学习了 杨广的反面典型教材 逆曲顺手 费尽心机 平衡各个山头的利益 协调各个派系的势力 这才有了马马虎虎 名不复实 自明得意的 贞观之志 杨广啊 你要怨 就怨那个李孝长吧 对 就是他 一座粮仓 两个弟弟 都贡献给了中国的历史 扬州 杨广 是几年前 杨广从这里走上地位 十几年后 杨广的生命 在这里终结 杨广万万没料到 埃莎哈德 竟是以亲信从的 一群心腹 惊慌之下 他脱口骂出了一句大白话 这成为了千古绝唱 我师父百姓 只于耳背 荣禄兼吉 何乃如是 我也许对不起全国百姓 但对于你们这帮王八蛋 帽子 卫子 银子 房子 车子 女子 不都给足给够了吗 你们他妈的 还这样对我 这 就是杨广的奋斗史 说完杨广的故事 此刻 我脑海里都是杨广临死前的场景 我的内心 有了些起伏 原本是吃瓜看戏 嬉笑戏谑 但现在竟有一丝不忍 一点怜悯 淡淡的忧伤 对着语文化级等人大骂的杨广 也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才情 有报复的普通人 随杨帝 随杨帝 杨广真的有那么残暴吗 随莫施政 真的都是暴政吗 我们下次再来分享吧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